来看看什么是烧机大法 又收到来提了一个这是控制器 故障描述时不开机 接下来我们接入20伏电源 上电 开机 果然没有任何反应 灯也不亮 我们看一下 在按按钮的时候 电流有变化 证明按钮是没有问题的 撤掉电源 螺丝打掉 好的 打开 我可以看到板子上有一片烧黑的痕迹 把掉控制板 除了这个位置 看这里是动过烙铁的 应该是有维修过 放大看一下 这里怎么整了这么大坑 清洗一下 脚位看着是C什么漆 是一颗电容 测量电容的异端是接地的 应该是一颗绿波电容 可以暂时不用管 电容的右端是接地的 不开机 我们首先从单片机查起 它的供电是由这颗U12给到的 U12是一颗3.3V的纹压IC 经开路测量纹压IC输出对地引脚是短路的 接下来把3.3V的纹压IC拆出来 我们在它的输出端单独供电 看下是哪里发热短路 取地的U12 测量底板 仍然短路的 测量IC 没有问题 接下来在纹压IC的输出力量电容两端 直接接上3V左右的电压 板子上相关位置 薰上松香烟 电压调到3V 把电流调小 好的 上电 大家手机老吻 你看它炸不炸 上不去 一安多的电流 看下松香烟的融化程度 很明显 这个单撇机 这儿已经严重发烫了 其他位置没有变化 这个单撇机已经挂了 于单撇机里边是带有程序的 买不到对应的配件 所以说这个无法维修了 好了 虽然无法修复 还是要把老铁的板子给还原一下 拆掉来 谁装回去 好了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by bwd6